还用的很好哦 你可以是两项在左边 你也可以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你也可以写成这样样子 就是斜边的平方等于两个直角边的平方 这样也是可以 就是看你要找什么 通常我们要找的东西我们会放左手边 这样我不用弃一项 所以这里B要找B 所以B就放在这边 然后这里要找A的话 那我直接就放在这边 然后再来 为什么不用去画它 是因为你脚A是90度了嘛 所以它是直角的嘛 所以它所对的边是小A 所以小A就是斜边 小A就是斜边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说 现在脚A是90度的话 那它的斜边就是小A 那另外两个就不是了 两个B和C就是直角边的意思 所以你也可以不用画 如果你可以小画得了的话 在B平方加C平方给你A平方 然后B是第五 就是都写得很好啊 OK 然后你也可以不用直接想写 你直接带数据也是可以 你就是写说 现在是要找B平方 所以B平方加上5的平方 会等于13的平方 这样也是可以 OK 那你就找13平方解5的平方 然后再进入这个 这样子看 所以他都 就个人选择啦 他先写这个再写这个 也是没有错 也是很不错 OK 169-25 所以等于14 所以B等于12 很好 所以很好啊 然后这个B平方 A平方等于B平方 加7平方 所以呢 他就写6平方加上4 所以36加16 所以36加16 所以36加16的话等于52 52就是 52就是4乘上13 4乘上13 4乘上13 所以大家讲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写啦 我可以接受 OK 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不是国际语言 这个是国际语言 然后是SRQQ 就是说 啊 电脑用5 大家都会用5 所以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就用SR 然后做1 开始的话 我们也是用SR OK 2等号13 这样可以啊 所以他都做对了 所以非常好